好,你再次执行WF-DUNO的时候 你可以建立捷径 把它放在桌面跟应用程式选单 这样你下次要执行它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进来扩充套件这边执行 你桌面上就会有一个WF-DUNO的一个图示 按两下就可以 那一样我们选择我们的设备 认体版本 如果没有连接,一样我们要再次 写入认体的版本 把认体版本贴进来,一样选择 TTYUSB0,选择板子 然后写入 只要没有红色的字 那就正常写入 如果有红色的字记得,一样要在这边改 好,那我们再来再连一次 好,那我们再来再连一次 那使用什么 Squash2来开启 使用Squash2来开这一个SB2 你会看到这边是错误的积木 这积木是没有用的 在更多积木你会看到他已经连线是绿灯 绿灯之后你可以把脚位拉出来用 好像我们现在要控制LED灯 我们是10号 把它设为output 所以这也是10号 1是亮灯 0是熄掉 中间我们也要间隔一下 让他重复执行 这样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的结果 我们用去史来看一下我们结果 这是我们的开放硬体的 我们来执行 10号他是红色的灯在亮 一亮一洗 这是使用Squash2离线程式来run 通过WF-DUNO的APP 来控制我们的开放硬体